今天中午人性话题带您来关心 咳个不停小找偏方止咳吗 日本门诊以及一般儿科学会 曾经邀请了上百名孩童 在他们睡前的一小时 分别给予蜂蜜跟蜂蜜口味的糖浆 研究发现都有止咳的效果 推测不是成分 而是甜味能舒缓神经 进而降低咳嗽频率及严重度 国内医师虽然也赞同这个说法 但是也提醒了吃蜂蜜喝糖浆止咳 仅限于一般喉咙肝痒的咳嗽 如果说河咙里面是有痰 吃甜食恐怕反而会生痰 经营剔透的蜂蜜香甜可口 营养又健康 国外研究曾指出 吃蜂蜜可以有效止咳 但最新研究发现 止咳的原因可能跟甜味有关 日本门诊及一般儿科学会 2022年发表一篇研究 团队招募160亿位1到5岁儿童 进行双忙随机分配 在孩童睡前一个小时 给予蜂蜜或是蜂蜜口味糖浆 研究结果显示不一定要吃蜂蜜 只要睡前吃10公克糖浆 就可缓解儿童咳嗽频率 严重度还能增加夜眠舒适度 但为何甜味能舒缓咳嗽 穿配枇杷糕 它就是糖浆 感冒糖浆 都是用糖浆 甜的东西会舒缓神经的敏感度 所以比较有一些正科的效果 蜂蜜在一岁以前的小孩子 是不要吃 最后可能会喝蜂蜜以后 造成肉乳感菌的一个中毒 营养师苏妍晨也分享 先前有研究发现 只要是甜味 即便是带糖也有止咳效果 包含市售添加山梨糖醇的糖果 不过医师提醒 吃甜食止咳 仅限于一般喉咙干痒的咳嗽 如果喉咙有痰 吃甜食反倒会生痰 如果你今天吃的甜食是比较复杂性的 可能里面的人工色素或添加剂 比较多的时候 其实反而容易更刺激 我们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状况 你可能咳嗽会更严重 所以单纯的像蜂蜜或蔗糖的话 效果是比较好的 小儿科医师呼吁 咳嗽原因白白肿 可能是感冒 也可能是支气管炎 最好还是就医跟除病因 这讲上陈建国台北采访报导